美国人用一个小玩意儿 在咱们头上悬了好几年悬着 动不动就嚷嚷嚷嚷嚷 要对我们做外科手术 苏联专家也撤走了 瞧不起我们 没有这个东西 我们中国人的腰杆子就挺不直 就没地位 没和平 就不能踏踏实实地过咱们的日子 我们就是要在这个大革命台上 用我们自己的双手 导出我们中国自己的原子弹 在今天这个世界上 要想我们不受欺负 那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就是砸锅卖铁 也能把它导出来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都能有一个大质量 这一刻你们用提算器也要算两年 什么有意义 我答应 愿意一辈子引刑来 从这儿到这儿 美国人用了六几年时间 英国人用了五年 苏联人用了八年 我们没有八年的时间 两年多 一直要算到这儿 一遍不行两遍 两遍不行三遍 计算机只有一台在科学院 别的部门也极致用 我们没有别的敲门 就是用算盘打 也要把它打出来 人喝了这种水大不了拉肚子 但用在原子弹测试工程这坚决不行 一颗原子弹所需要的高农油 就需要五十万吨的矿石去提炼它 还有成千上万的科技人员 他们同样在努力地工作着 他们演算的稿纸 可以铺满整个罗布泊 但是他们一个数据都不能错误 错误就造不出原子弹 咱中国人 中国共产党人 就从没爬过他美国 如果连陆广达都能信任 那我们还能信任谁啊 陆广达一天不走 会一天不离开被救 你说什么 我拿脑袋担保的 你知道这一天的分量吗 是学家因为这一天 要把整个中国的历史分为两节 五九六 横空出世 不是你我的脑袋能够担保的了 你知道吗 中央决定 一九六四年底 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 一年龙子弹 有一张三十七 rept 一周一 进来 甘先 二十七 二十七 一周一 第二四年底 都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